开始品尝的美食佳肴 亲近长洁宴 社区广场上两列长桌 坐满了当地居民及亲朋好友 共享大家各自提供的美食佳肴 大伙一边吃一边聊天 充满了欢乐与笑声 大家这样子一起来的话 比较很高兴啊 很好啊 这样子啊 这个长洁宴主要是哈尼族的活动 透过这个节日 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来感谢 先辈们在这边开垦努力 在便手之足开垦出一个快乐的乐土 亲近地区居民 多数来自大陆云南各族 长洁宴就是族群相当具代表性的传统风俗 透过长洁宴举办 联络居民之间的情感 也传承族群文化特色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火把节暖身 也是开启我们火把节的一个开头 今天火把节我们是以云南大理白族为主 一个图腾 以蝴蝶的一个象征 10月25号是云南之夜 有一些云南的节目来表演 给呈演给大家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打歌跳 让游客能够感觉到我们在亲近 这个一个少数民族里面 大家要同欢打歌跳的一个舞蹈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凝聚社区的共识 延续社区的传统 一个部落团结传承一个历史的责任 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 是仁爱乡的特色 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舞蹈 也有原著名歌舞呈现 仁爱乡公所欢迎大家参加 10月25 26两天的火把节圣会 目前可以说是路况非常的好 那我想我们的游客 应该可以非常的放心的来到 我们亲近地区 我们的民宿宴者也都配合一个打折优惠 长街宴吉火把节 都是清静地区居民 自云南传承而来的传统文化风俗 也是清静地区 最独特的族群文化 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前来细细品味 记者王昭盛南投县采访报道